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 迅速向外扩张 很快 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 从十三世纪中叶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 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 最富庶的国家 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 延伸到许多地区 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 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 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 蓝色的海洋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海域辽阔 群岛环利 同时 复杂多边的陆地政治 军事格局 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 通过远洋航行 维系海上交通 支持海上军事行动 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 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刺绍之路 变得空前火跃 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 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 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优胜的海底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 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 2007年 一艘双甲板海船 在广东被打捞上来 这是一艘南宋出的海船 长约30米 宽10米 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 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 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现在我们都知道的这道沉船上 基本上是以瓷器 铁器 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 包括铜钱这种货物 也是传统的 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品种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 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 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 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 就有118处之多 发现沉船的海域 是古代中国东海 南海 通往印度洋 波斯湾的必经之地 在宋元时期 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到了我们博物馆 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 这个南海一号的 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包括贸易史 包括宗教史 包括航海史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 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 数量更是惊人 它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 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 它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 指引人们重新审视 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 航海的历史 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中国 已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 有人由此误以为 中国人不常于航海 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 中国人的航海成就 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 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 智慧和梦想 早在新世纪时代末期 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 随着洋流飘航 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 以舟为车 以鸡为马 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傲秘 公元前219年 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 来到黄海狼牙港 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 先后两次载着数千同男同女 出海远航 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 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 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 一个世纪之后 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 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 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 呼应的海上通道 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 农业文明 它和西方濒临海洋 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 是不太一样的 但这个并不表示 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 不能发展海洋文明 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丝绸之路 是德国地理学家 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 19世纪70年代 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 无法从海陆上岸 随后 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 向遥远的西方 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 他在游记中 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 浩瀚的海洋 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 往来的巨大障碍 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 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 海上交通无远不至 运载的货物更多 并且费用低廉 中国通往东南亚 南亚 西亚 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 这些海上交通线 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这些航道 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 东海乃至黄海出发 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亚 十一世纪之前 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 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 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 海洋潮汐规律 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 到十一世纪的时候 一项重大的发明 在中国诞生了 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 成为可能 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这个是指南针 在公元就在两千多年以前 中国的战国时代 已经有发明了 这样的一种丝狼 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 它这个航海技术 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从此以后 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 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彻底终结了 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 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 科技航海的新时代 成为影响人类文明 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 同时 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 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 也日真成熟完善 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 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 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 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大大拓展了 他们拥有了一种 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 尤其是宋代 王朝来说 中国进入了最繁荣 经济上最繁荣 融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市 宋朝 特别是南宋 这个海上司重置路 这方面的建设 贸易就比较发达了 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 继续有所推动 在宋朝的基础上 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 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造船技术不断革新 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曾经详细地讲述过 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 水秘隔舱 中国的贸易船 它因为有这个水秘隔舱 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 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 赶快堵起来 把货物搬到别的场 因为它不胜水 然后把这束水排掉了以后 它靠岸了以后 再修理 它不成功 水秘隔舱技术 发明于唐代 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 到了元代 已经十分成熟 猿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 用以远洋航行的 元代海帛 是一种肩底帆船 通常长约30米 高约10米 宽8米 载重量可达上百吨 船上配备的铁矛 重达数百斤 可以抵御狂风巨浪 这个时期 远洋船队 从找挖回泉州 连续航行只需18天 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 而这一切 加上元朝统治者 对航海的浓厚兴趣 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 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 然而 其自草原游牧部落的 元朝统治者 为什么会如此 中外海上交通呢 原始组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 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 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伯格争夺地位 并与茶河台 窝窟台系的后王交恶 导致蒙古帝国分裂 进而造成陆入交通的组织 元王朝迫切希望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与海外国家和地区 结成政治联盟 然而 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 草原民族来说 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 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 拓展原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 这里是泉州最大的 香制品生产地之一 这些香制品工厂 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 普世家族 普世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 祖上从宋代开始 就在泉州一上一关 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 普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侯裔 普家的普寿庚 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史博史 拥有大量的海船 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 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 等海外贸易 1276年 元氏族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 蒲兽庚向援军投降了 元氏族非常高兴 立即任命蒲兽庚担任要职 于是在普世家族等 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 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 迅速开展起来 南宋末是这一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一代的朝陶室 实际上是间的四伯管 海贸易的 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 就原本把南宋的 斯伯斯这套就移交过来 所以这个人是 可以说是原朝海贸易的 开创者 继承者 原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 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 海上刺绍之路 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 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 是一黑迷失 一黑迷失是信奉佛教的威吾尔人 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 忽必烈出定中国 一黑迷失便奉命两度出使 巴罗伯果 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 马拉巴尔海岸一带 揭开了原朝远洋活动的序幕 为了配合援军 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 一黑迷失出使战程 森加拉国等地 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 扩大了原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一二八七年 一黑迷失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 马巴尔国 这次出使的目的 是去佛波舍利 一黑迷失先后五次奉命远航 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 为原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 就是在陆地上 可政府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 比较多地转向海上 采取这种和平的手段来 就是来传播他的国威 这样的话 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 而且那个去的地方 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忽必烈与伊犁韩国 结成了政治盟国 伊犁韩国 也就是今天的伊朗 伊拉克一带 伊犁韩的开创者序列物 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 忽必烈迫切希望 得到序列物的支持 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序列物也非常需要得到 忽必烈的承认 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 伊犁韩国向原庭效忠 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 正式册封 元朝与伊犁韩国的交往 主要通过海上进行 这条海上通道 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 一头是波斯湾的呼噜摩斯 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 霍尔木兹海峡 1953年 泉州南轿场出土了一块石碑 碑文清楚地记载了 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 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这个大德山连就是公元的1299年 有一个使节奉命到火鲁莫斯 见了哈山大王 就伊南国的大王 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 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把这些东西啊 就献给了朝廷 就说明到了北京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 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 收藏了很多墓碑 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 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 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 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 做出了特殊贡献 元史中记载 这位使臣叫伯罗 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 学识远博 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 却一去不返 留在该国担任要职 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伊利汗国合赞韩时代 宰相拉什特 组织编撰撰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 史籍 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 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 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 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 其中 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 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 真实在现了当时伊朗 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这是与昆取其名的 被后人称为四大声枪之一的 又一古老的戏曲唱枪 海岩枪 海岩枪 诞生在浙江省海岩县 赶浦港 赶浦是忽必烈最初 设立七个士博司的地区之一 商业和手工业发达 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 这里客商云集 南枪北调交融会合 而创立海岩枪的人 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 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杨子他的父亲叫杨发 杨发在元代初的时候 是两者路的士博司的主管 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官长 那么杨子本身也是浙西宣伟史 所以说他这个家族 实际上跟海博贸易是关系很近的 实际上杨子他本人 实际上是海岩枪的一个创始者 他是当时结合了南系的一些传统 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 元曲的一些声枪 海岩枪枪调轻柔婉转 为师大夫所爱好 海岩少年也往往得起家法 以能歌名于遮幼 然而杨子这位海岩枪创立者 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 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 这是杨叔的成人礼 这位海岩少年在若冠之后 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 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 公元1301年 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 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 他肩负着原亭赋予的重要使命 迎接来自伊犁韩国的使节 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杨叔在航行途中 与伊犁韩国派遣的使臣纳淮相遇 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杨叔陪同纳淮一同前往原大都 纳淮完成使命后 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淮返回波斯 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 使元朝与伊犁韩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 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 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年的时间 回到故土时已尽而立之年 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从忽必烈以前 确实他破坏性非常强 从中亚西亚 包括河西走廊 包括东欧 沙勒是非常重 但是从忽必烈开始 来那个180度 基本上他不出动 不出动 他在这方面 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 他是开始重农了 不仅重农还重上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法 征服世界 掠夺财富的无比链 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 进行过的军事扩张 均以失败而告终 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 而事实上 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 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恰恰保证了这种 以和平外交为主的 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 元朝的通行领域空前广泛 在宋代 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有60多个 到了元代 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 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 更是种类繁多 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 有40多种来自国外 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 如胡萝卜 南瓜 洋葱等 除了农作物 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 还包括象牙 珍珠 人参 舍香等贵重货物 而数量最大的 则是香料 药材 布皮等 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 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 和中国特产 瓷器 丝绸和茶叶等 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 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 如指南针 火药 造纸 和活字印刷术 此外 还包括农耕工具 中医药 点击等 而世界各国的数学 天文学 医学等先进的科技 和制造业工艺 以及文学艺术 也不断输入中国 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 相互交流 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时至今日 我们仍然受益于 这种互相影响 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贸易这个层次 这是非常积极的 贸易的参与者 都能够得到双赢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双赢 数字幕 感谢观看